不是代表今次結了兩月結了 而這個是一生人的一個關係的開始 這個只是一個關係的開始 五個月的旅程真的不簡單 還有是一個友誼的開始 要跟中學生聊天是一堆一個成人 不是真的一件容易的事情 參加這個私後教會之前 我是一個運運惡惡的人 有什麼職業是會適合我這種性格 放膽去想他們將來想怎樣 不需要被人定義什麼叫做好的工作 或者將來怎樣才為止成功 你的職位真是很高 我想知道你真的會帶你指導一個中學生 學了很多可以做法 少很多願望 現在中學一旦未入大學的時候 清晰的論法 如果不成功我都可以轉職業 我都可以轉科 最後我一定會找到我想做的事 適合我的事 這個是開始 不是終結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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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